下午一点多,不少旅客来到五通客运码头,准备搭船前往金门 在边检查验窗口,工作人员正在用新研发的同心安心旅客通关系统 为大家办理通关手续 队伍中,又不少旅客都是下进航线的老熟人了 像金门的赖先生,基本每半个月都会通过小三通往返一次下进 接下来,他还会以小三通为窗口,到各地逛逛 厦门边检总站高级边检站介绍 从今年一月份复航以来,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45分 下进航线出入境旅客量已经累计突破了50万人次 航班班次也从复航支出每天一个往返航班 提升至每天8个往返航班 出入境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 现在日均旅客量已经达到3400多人次 为了应对不断增大的客流量 边检站的工作人员升级优化了快捷通道和采集备案环境 持续提升旅客和船舶的通关效率 下一步呢,我们会根据旅客流量变化 动态投入警力 及时加开通道 提前发布高峰预警 在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 开辟专门的通道 提供相应服务 积极为广大旅客提供安全舒适高效的通关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